大家好 又到沈大師講投資 星期三晚的D100節目 過去一個星期的市場有很大的波動 亦有很多事情發生 包括金管局入市要接港元 內地又降準 曾經令到市場發上發落 有很多因素 美股連升幾天 但升極都沒有講股份 反而內地股市和中資金融股 就全面下跌 A股也跌回到3000點的邊緣附近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今晚會慢慢跟大家講 這裡先買一下告白 沈大師講投資在D100網台的一個收費節目 當然頭那半部分我會放在YouTube 免費給大家聽 後面那半部分只要付錢 支持我們的自己人才可以聽到 如果你想加入的話 就可以去上網D100.net那裡 又或者去上環地鐵站E2出口 我們D100的專門店那裡登記 這樣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大家要多多支持 過去一個星期的市場 就有大幅波動 我也有留意過 在一些我自己的視頻 或者一些文章或者專欄那方面 就看過一些網上的留言 因為過往我有一段時間已經沒有看 為什麼呢? 看得多是沒有意思 都是來來去去的那幾個人 那一班人 講同樣重複的事情 不過每一段時間看他們有什麼話 發覺真的講來講去也是三副癖的 當然了 來來去就說 喂 你去年兩萬點已經看淡了 有些都講到一萬八點看淡了 我肯定不是的 接著就一路升 輸足一萬點 一萬幾點 現在下來都沒有用 他都傻的 基本上市場 升跌它有個勢 但是在過程裡面 不是叫你硬吃的 中間你又不是聽足我所說的 我叫你避一避 反手拿一陣 那些你又不知道 你只是拿回一年前 我曾經在兩萬二千三左右 不是兩萬二的 那一刻看淡 那你下去 上來的 那我又避的 我又叫走的 接著就兩萬六才做淡的 那你又可以講得出的 有些更離譜 就是自己搞個網台節目 又說政治 又踩到財經 一些不懂事的人就在說 竟然說我是散戶 真的得人害怕 真的 說我的看法是散戶 你有沒有看過我的分析 有沒有看過我的論點 說我是散戶 只不過你說OK 拿捏時間 或者有時候早了 短線的準程度未必那麼多 又或者有時候在捱 喂 喂 沒有人可以摸到頂 但是我就不喜歡上完頂 在頂上推人買齊貨 踏下來 捱到現在輸到已經吐血了 都還沒轉軚 然後再下去之後 說轉了一輩子就轉軚 那你不就是推人去死 是不是 三萬樓上已經一直推人買貨 三萬三又說要創新高 又說四月爆頂 又說五月見四萬 然後再爆頂 喂 你這樣說 你不就是推死 輸死很多人 起碼一件事 我會提出我的意見 我會分析我的看法 另外有些因素 就是說 怎樣握個盤 是你自己要決定的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 散戶投資者 有時候是肉斷難斷 如果高位接了 他們是不捨得走 不捨得走 有時候跌下跌下 興州二個萬松山 到其時出了事 不是就是股災的散戶 走不掉 就是這樣 你以為每個人都這麼靈活轉身嗎 我們在空氣中 在大氣傳媒裡面 講一些分析出來的時間 要預算 投資者 那些散戶 究竟他接收了訊息之下 會不會令他的思想上 洗腦了 或者想錯了 你不能夠 你這頭跟你說 我目標看 四萬五萬 握行等 中間抖的時間 不要避 但是問題 你是沒有理由去分析 你的理由是什麼理由 不是那些普通的街頭智慧 但是問題 你背後的宏觀分析 你是真的看不通 老實我重申一次 在去年2017年的時候 我沒有叫人萬八點沽 我是一直叫人買的 去到一月二月 我看會有一刻調整 所以借近兩萬三 叫人來沽一陣 或者減一減榜 但是 貨底照保持的 這些你看回視頻 我那個實戰攻略 還有其他的媒體 我是有講到 不過我看短線是要回 接著之後夾上兩萬三樓上 我自己有做淡倉 有家人做淡倉 是打是有叫人走的 再上兩萬六才叫人沽 那一刻 打爆了就避不及 但是 後期有一段時間 我叫大家 是短線 Hit and one 二萬六到二萬九 是短線 Hit and one 淡倉 有時候要避 有時候用一些落後股 來追落後 譬如說 油股 譬如說中仁壽 二十二三元叫買 就看二十五元 二十七元 那這些 我是有做到這個動作 你只可以說 我吃不到大浪 但是為什麼吃不到大浪 是有我的原因 因為 我不知道市場 什麼時候的因素突然爆出來 走不掉 因為這次下去 是很嚴重的 不是普通的事情 越是高位 越是更加不要放膽去追 當然你會說 一路上三萬 你不追 又上三萬 再不追 三萬一 三萬二 三萬三 好了 現在問你 你問問身邊的人 問問自己 如果是聽這些評論 你今時今日 我當你是去年十二月開波去買 你現在贏還是輸 大部分人都輸 因為為什麼 洗腦 市場越高越危險 那件事 你都不懂得去避 或者你的評論 去推人去買 那 現在跟你的人 已經中招了 你說不是 去年贏足一萬 現在很多人都輸 你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未入獄 或者去年贏的利潤 你贏得多少 最不最 好了 當你現在還在贏 不過要嘔吐去年的利潤 你走不走 你現在轉態了沒有 你現在清倉了沒有 不清倉 再看兩個月 你看看贏還是輸 所以 市場就是這樣 為什麼這麼多人避不到股災 金融可以全部中招 因為他沒有一個 決心 就是在一些情況之下 是一股不留 為什麼我這麼肯定 當然 當然 一定要眼光是看宏觀分析 不是看著 是散戶未入獎 什麼散戶未入獎 一會兒我逐點告訴你 這些看法 只是市井九流 三教九流那些 亂作的 散戶未入獎 全部入獎 說過很多次 整個理念就是 去年我看宏觀因素 就知道有很多大的因素在變 而這些變緊就開始 令到我覺得 不可以再單邊看好市場 當然 貨底你可以等下等下等下 我真的不是去到最高位 一股不留 我這個可以肯定 坦白跟你說 但是贏不了那段不要緊 我贏沽下來這段一樣 是不是 問題就是說 當然摸頂沽的技巧 和你已經成了世故 是兩回事 同樣地 一樣的 你做好倉 你摸到底買 和你中間的過程中 逐段逐段也是另一回事 要明白這件事 最重要的是 在一個周期裏 牛熊的周期裏 越高位 就越應該是少股票 多現金 不是在上面去到盡 這個就是重點 為何千夫所指 每個人都這樣說 我好看探錯 我都堅持 不是為了賭 不是為了面子 而是知道那個危險 越來越嚴重 當然 如果你在由D100 開始聽我節目 你經歷過過程中 就是看探跌完又上回 破新高 然後叫大家 提醒大家 苦口婆心叫大家 要避 原因是我列舉了很多理由 當然有很多人說 不要相信他 去年 從2萬點看探 一直夾到上來 輸出萬多點 你還相信他 有時候就是這樣 當你不相信的時間 就來了 對不對 因為我分析的是正宗的基本分析 是雲觀因素 是會出現的因素 你再跟我說 輸足一年 我再強調 我去年不是全年看探 但是我在2萬3 2萬3 2萬3 那裡是做過淡 也是短線看過淡 也有叫過避過的 2萬3 樓上再上 那你說OK 為什麼你不一直拿上去呢 因為我看到很多因素 我知道會發生 當然有時候有些因素 為什麼沒發生到呢 配合很多理由 第一 第一 那些大戶還沒找到對手 要撤退 撤退不了 第二 唯有在市場上 鑑粗夾上去 跟著 要做一些假的事 誤導你們 令到你們相信還有得上 第三 要製造傳媒的效果 令到你相信是大油市大升落 是 指數上去 但是你看回很多股票 其實在去年 大部分時間都不行 這個就個別去看 為什麼我這麼堅持繼續看淡 為什麼他真的衝到上去 三萬我不害怕 三萬二三我不捨 因為那時候看到 爆煲的機會做越來越大 時間越來越近 而那些跡象訊號全部走出來 有些人不明白為什麼我還有這麼多人聽 如果像互聯網上所說的 真的差得那麼厲害 錯得那麼厲害 是沒有人會聽的 根本無需要理會 但是為什麼我說話這麼多人有反應呢 因為我阻礙別人發達 我只可以這麼說 個個都不搞 是要搞我 是這個因素 所以 更加令我堅信 就是說市是準備在做頂 好了 為什麼股市不可以看好呢 第一件事 真的一定要看運觀因素 要基本分析 基本分析 不是看著圖的細節升 就是砌一些理由 告訴你這樣是升 你這樣是幫兇 為什麼呢 有很多散戶 沒有經驗的投資者 他們不會看圖 不會看圖 但是見你跟著圖 講一些短線走勢是升 但是你是砌一些錯的理由出來 令到他相信原來有這樣的理由 升就應該 跌完又升回 那你就很糟很糟 所以 我經常強調一件事 市場經常是錯 就是 你看圖看到升 但是升的理由是 你們解釋錯 是全部錯 錯到不可以再錯 為什麼這麼多人肯跟著我來聽 就因為我給了一個 前瞻性的預測給他 看到是對的理由 而最終會實現 所以你不要想 透過用各種方式攻擊我 來搶我的基本踴躉 要搶的就搶 聽不明白的自然會去你們那裡 聽得明白那些全部都有經驗 有經歷 還有思考邏輯的人 還有一件事 不要笑我的粉絲 他們是高智慧的 懂得自己分析 懂得自己獨立思考的 不是跟你們那些散戶 那些亂來的人 很容易說兩句就能哄得到 這些大家要搞清楚 雲觀因素第一件事 環球貨幣政策已經變了 現在越來越明顯 顧問你信也好 不信也好 全球正在去槓桿收水 這件事在2016年10月 9月10月我看到 因為當時是杭州G20的時間 20個財政策全部出生 我們往後不可以靠 不可以靠 再靠貨幣政策 因為他們知道貨幣政策 越做得來 經濟越嚴重 資產泡沫越趨越漲 然後爆起來就暴入長期衰退 這個你不能爭 你不懂就問 可以看看 如果你們覺得是不合理的 你聽我上一季有一兩集說 關於貨幣政策的缺點 但是外面說經濟的人 完全沒有說這件事 因為他們不知道 經濟書本裏面有說 長期的貨幣政策 低息和寬鬆 當攤不著經濟就會出事 就會有流動性陷阱 接著就暴入長期衰退 另外加林斯班、耶倫雅 全部都有說過 當你長期扭曲了貨幣的供應和息率 是會暴入一個長期衰退的危機 所以不可以永無止境地 要靠貨幣政策 所以2016年9月10月的時間 杭州G20 他們就說要靠財政政策 不可以再靠貨幣政策 已經先作一個預告 告訴你全球收水 2017年你會看到 美國開始收水 美國加息 加息的部分已經不看經濟好不好 是看通脹 因為通脹的危機又出現了 這個危機也導致資產泡沫爆破 因為需要急速加息 所以在實際經濟的情況下 其實我也預視到企業盈利會見頂 有很多人說 現在數據還是好 經濟很好 好什麼 我也說了 實體經濟和數據的經濟是兩回事 數據經濟是有化妝、有修飾、有誤導的 正如我說中原城市指數 未能實際反映樓市一樣 是數據給你做衣龜 這個數據不是實際情況 香港的實體經濟非常差 環球的消費力是差 環球的實體經濟不好 但是吊著一條命 企業盈利 美國企業盈利很多扣回購 註銷來提升 但是整體上總收入 或者總盈利的增長是不行的 當然市場用來炒的 正在誤導你們的 你就相信 你自己可以印證一下 第三點就是通脹會來 當時我看的通脹主要是資產價格的上升 接著再看油價 在供求關係有問題 接著現在就多了理由 就是美國要出口石油 鑑山炒高的油價 這樣就令到通脹會來 再最近貿易戰 貿易戰是觸發通脹的主要原因 這個是會損害經濟 經濟不好 但是會有通脹 所以經濟不好都要加息 明白了嗎 說過很多次了 當然了 最近多了一個變數就是特朗普的政策 特朗普的政策 踏入2018年之後 去得特別勇特別急 所以你會看到損害性大 但是之前 由他這樣說 我上任之後 道指升了7000點 這個就是公職 你就知道 從第一次上市 去就任總統的時間 已經合同做市 對不對 為什麼我不再解釋了 因為你想想 大行之前吹 他做總統會怎樣 接著一上任之後 馬上轉了後方去水陰之後 會升 然後告訴你 道指還要升20% 即是要看三萬點 你就知道見頂 對不對 讓你多走一千多點 由2500到26000多 你就知道要做事了 見頂 現在不是馬浩炮 我當日是這樣說 今天我也是這樣說 而事實告訴你 道指真是兩萬六千多做了頂 OK 所以很多人不是馬浩炮 也是之前說了 之後 就用來驗證 你發覺分析 我的分析是對與錯 這個 對於很多的投資者是很重要 但是對於那些短炒 最後一晚衝進去買一天兩天的那些 那些是沒用的 你不用聽的 如果你追求這件事 你聽其他節目 但是那些 捉你好運 看看 衝不進去贏完之後 接著走不走脫脫 現在市場上 仍然都是把基本因素的分析判斷 顛倒黑白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好的因素 我告訴你 為何要將這些東西 禮還折穀來講 為何將黑變白 變黑 就是想引你落答 不道理 這個就是宏觀因素層面 技術上 開始也看到有些因素在出來了 我們看看技術因素 另一章 市場情緒和氣氛已經變了 由之前遊戲衝天 市場很非理性亢奮 這個非理性亢奮 你看一幅圖 一月份的市點升 你就知道 什麼叫做非理性亢奮 我記得十月開這個節目的時間 講過一些行為金融學 因為當時 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給一個蔡南 行為經濟學的學者 他們醫管學派 我一直都研究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修過心理學 嘗試用心理學套用市場的心理 來看 我也同意一件事 市場短期的升跌 有70%是情緒主導 不關基本因素的事 即是基本因素不應該升 但他一樣會升 這個就是情緒主導 而我再講一件事 情緒為何能撥出來 是因為有人做市 記住 過市沒有人做 是不會瘋的 問題是你信不信 如果你不信的話 沒得說 此常情緒現在開始變了 開始淡的因素浮出來 開始有人驚覺了 已經要醒目了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大行告訴你沒有事 你要看看大行的盤是在沽還是在賣 外面也有人跟你說 沒有事 市只是正常調整 這些是典型 紅市一旗的現象 就是明明是有事 就說只是調整 情緒變 很多因素開始大家害怕 自然你是基金經理 你退不退 一定退不退 每個退兩成 你的市已經沒有人接 勇猛那些 散戶就接到七七八八 沒有了錢 基金又不會跟你接的 最重要的是 他們要退貨的時間 一定告訴你 過市沒有事 難道告訴你 過市有事 你們先走 對吧 所以 投資者的信心 特別是機構性投資者 已經在下跌 每人買少一點 每人沽一點 你看看市場 是不是 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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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在圖表上已經看到 技術走勢轉壞 就是這樣 好了 壞的因素正在發酵 究竟美股的跌 早前 是純粹因為貿易戰 這些突然出現的政治風險 軍詐敘利亞 還是基金正在退貨呢 在2月3月 過去八個星期 美國股市是資金一直流走 正流走 就是說 機構性投資者正在退貨 好了 他們退貨 市跌很明顯 好了 牛市轉紅市周期逆轉的信號 我記得早兩集說過 在投資教室那一段 下半段 第一部分也曾提過 牛市轉紅市 一些條件已經符合了 所謂的市場情緒 現象都符合了 只不過是差技術走勢未確認 但是技術走勢要確認 你發覺那時候是死了 牛市死了 那一刻你可能將你在牛市賺的錢 已經吐出來 但也為時未晚 但你害怕就害怕 到時還未醒覺的時間 踏了肚子不捨得走就糟了 想著等著等著 這些因素 其實在去年年中開始 我一直都有說出來 告訴你會有這些現象 這些現象出現 但是你見過市場繼續夾 這個是正常 因為牛市最後那一刻的虛耗性上升 一定是這樣 一定是夾到你死為止 淡油淡倉 如果硬捱一定辛苦 但是如果你駐馬控制得好 中間做一下對沖 你可以捱著上來沒事 但是贏不了錢 可以不要緊 贏不了錢不是問題 因為很多不玩衍生工具的投資者 我只叫他們一路上一路減榜 一路上不要追 哪些不要追 全世界叫你買 買了一定不會輸的 你就一定不可以追 對不對 連街邊不懂股票的人都告訴我 叫我買騰訊 你一定不可以追 你不要看他從200元上來 那一刻 那一刻你贏不了 你可以承認自己錯失機會 或者看錯 但是 上到400元樓上 所謂要不行回頭試案 其實是害了你 那一刻是錯上加錯 所以要留意著這件事 不好的股票一轉壞 真的不可以再炸 我們再看看 又看看恆子十年的圖 這幅圖我們看下一張 再一次給大家重溫 其實第一 如果用周期看 是真的像在做頂頭 第二 我圈著那一段 就是由26,000上去再破 當日26,000到27,000 27,000到28,000 29,000 接著在那裏搓來搓去 上上下下下 接著破30,000 直上33,400 破30,000上33,400 一個月的時間 基本上那段時間 其實你捱 你是錯失了 但是你捱的時間 只是說三五個月 但是如果以一個十年的牛熊市周期來看 那段時間你是值得要離場 不去搏 因為你等下一下 它真的落到周期底的時間 你買的東西便宜很多 你要記住想一件事 你會不會這麼聰明 在最高位走到 或者市場未由高位跌 萬幾點下來之前 你是聰明到要離場 如果不行的話 你也有機會把整個牛市升浪 嘔吐 我只可以這樣忠告大家 如果你未經過跌浪 而這兩年入市 只是經歷過這個升浪 我勸你們一句 多些聽不同的分析 多些聽不同人的看法 翻查一下歷史 你會知道原來 原來 市場跌上來 你未經歷過是可以很恐怖 早兩集 兩三集 我給過一個比較 就是97年見頂 和現在這下做頂的情況 你留意我給的圖和位 好了 我的堅持 就是我覺得我的分析是正確 而一路升的過程 我分析的因素 越來越加大了他的可信性 那你就只可以堅持在上面叫人走貨 我不知道能幫到多少人 但起碼我都收到很多信息 就是支持我們的自己有 肯聽的自己有 他們有很多人 不走光都起碼減了很多 避免這下重傷 但是你如果當日被市場帶了你入局 今天還是肉斷難斷 那就不知道怎麼辦 待會第二節 我會講一些市場的歪理 逐樣跟你拆解 還有講一些股票 為什麼真的不能碰 其實是重溫一下 最後投資教室就會講一些 譬如說 現在香港的金融體系的事情 因為關注點就是 銀行體系結束 越走越快 如果市場真的進一步確認 是轉走轉勢的話 記住 股票不是談情說愛 真是過眼雲煙 要走要缺絕